7月28号至8月8号,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四川成都举行。 6月,成都大运火炬传递第二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启动,36位火炬手共同完成了31棒接力。 作为第4棒火炬手,来自四川成都的哈尔滨籍舞蹈演员张天娇在火炬传递时, 用手语无声表达的奋斗青春放飞梦想,让不少民众为之动容。 据了解,1996年在哈尔滨出生的张天娇,因为儿时一次高烧导致双耳听力损失达到120分贝, 为极重度听力损失,为在失去听力后不再失去自己的声音。 在母亲的教导下,张天娇不仅学会了用声带发声,也学会了用舞蹈说话。 舞蹈对我来说是不声的语言,它是那个机体舞蹈的,它是一种的语言。 因为我提不见,也说话不清楚,也没有办法去表达,然后才用那个舞蹈, 这些动作来去表达,跳舞吧,它是我的生命,而且没有什么理由,也不需要留导。 凭借不懈努力以及被眷顾的舞蹈天赋,张天娇走上了专业的道路, 并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。 此外,张天娇还多次参与全国残疾人文艺会演,多次斩获国内外舞蹈大奖。 对于自己的成功,张天娇笑着说,只要坚持,不放弃,就一定有收获。 因为我提不见嘛,然后呢,没有办法提到医院,跟不上节奏,网站跟不上节奏, 就是这种搞经,就是说不出的。 我想要跟他们一样,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,有很多那个帮助我,就是摸摸喇叭, 只要坚持,然后只要坚持就不放弃,然后我就喊喊我度过了。 2016年,张天娇在友人的邀请下来到成都成为一名荣飘。 随后,张天娇参演了根据自身经历改编的音乐剧《你好青春》。 截至目前,该音乐剧已在全国巡演104场,累计10万余人自观看。 此外,张天娇还在多届残疾人运动会,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带来表演。 对张天娇来说,她参与的每个作品都是一次传达向善向上力量的机会。 我小伯,我喜欢到舞蹈,还有那个动能量,传递给他们,提补,提进校上。 就是这好,我也是教过舞蹈的,然后呢,看到他们开心,我就开心。 我原来是有抵触的,后来我一看,她能激励好多,因为在现场,我也去看这个音乐剧嘛,好多现场我也都跟着去看。 然后我觉得,她会激励很多年轻的孩子们,积极地去向上。 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说,说,哎呀,这个小姐姐,她不方便,她都能做得这么好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呀。 2018年获得2017中国好人荣誉称号,2021年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。 慢慢的,张天娇的拼搏不息,韧静十足的经历被越来越多人熟知,也激励着数不清的年轻人。 2023年6月13号,经过前期推选后,张天娇受邀前往哈尔滨,成为荣火船地第二站的火炬手。 那时候非常进行,而且不知道说什么,就是那时候脑子已经飞了的那种,那时候给家人还有朋友发下线,我也去到火炬手了,就是这种,我说不出话,特别开心,我感觉特别特别幸运,自豪吧,我对他们说,就是我出戏了。 离成都大运会正式举行还有不到20天,张天娇希望能有机会参与更多志愿活动。 对张天娇而言,成为火炬手是一次特殊的经历,未来她希望能更上一层楼,让更多人认识作为舞者的张天娇。 我希望更多人关注我的舞蹈,而不是因为我听不见,他也怕去关注,我不需要同情和你的脑子。 我希望我把自己的正能量查对给大家,通过自己的努力,希望要有更多很多的机会,然后去打下自己,然后让大家重新认识我。